Juan Jose是塞维利亚大学的光学教授和研究者 他开发了一个系统 允许让老花眼镜更适合每一位患者 老花眼影响大多数超过45岁的人 患者会使用渐镜镜片 然而几乎有10%的患者 不满意他们所带的老花镜 因为根据该研究者的研究 某些参数没有在制造的时候被考虑进去 这是镜片与眼镜之间距离的差异 确切地说是当眼镜通过渐镜镜片 观看远距离的物体和观看近距离物体时的差异 这些都取决于每个人的差异和对眼镜的要求 湖安采取了一种传统的眼镜制造方式 并引入了他的参数和镜片 这一切将完全适应那些患有老花眼的患者 这项塞维利亚大学创新性的改革 以申请专利 请不吝点赞续